狗狗钻进主人怀里,突然哭泣起来,不停舔着主人的手,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?别丢下我好吗?主人心疼摸着他说,我们回家吧,眼前这只杜冰犬叫塔克,他得了相思病,两个月的时间就瘦得皮包骨,还咬伤自己后背,虽说才两岁,但却显得很没精神,病奄奄的样子。 阿姨说,那狗是儿子带回家的,结果却越养越瘦,站立的力气都没,像得了什么病似的,才站一会儿,他就要坐下,塔克常盯着远方看,像有心事,又像在等待谁。 阿姨说,该回去了,塔克却很不情愿,女主说,狗狗太弱了,要多休息,地上有床被子,这里就是塔克的窝,他这么瘦是被饿的吗?因为瘦所以很怕了,主人还准备了取暖气。 阿姨正给塔克做饭,并加了肉罐头,一大锅的饭都是煮给塔克的,伙食看起来也不错,另外还加了面条,狗狗大口吃着,看来胃口也不差,一会就吃半盆,虽然伙食不差,吃的也多,但塔克却胖不起来,两个月时间,就剩下一副骨架。 阿姨说你看看,每天要吃一大锅饭,因为身体弱,晚上主人还得给他盖被子,另外,取暖气也不能少。 阿姨说,别人都骂我,说我故意不喂你,他指着塔克的脚说,他心情不好,会啃自己脚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 第二天,阿姨带着塔克去了医院,兽医一脸惊讶地说,从没见过宠物犬这么瘦的,检查结束后,两位兽医郁闷了,狗狗各方面都没问题,经过初步判断,兽医说塔克,应该是得了抑郁症,也是一种相思病,建议阿姨儿子带他回城市家中。 早上阿姨儿子来了,女主说你终于回家了,主人打开门,塔克一头钻进主人怀里,然后大声哭泣着,温柔地舔着主人的手,求求你不要把我丢下,我会很懂事的。 主人摸着塔克说,我会带你回家的,狗狗一脸的幸福。 男子说塔克两个月前很强壮,而且很有活力很活泼,塔克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主人,说话要算话哦。 阿姨心疼地说,他以为你不要他了,主人说我陪你去散步,塔克马上有了精神,他居然跑起来了,然后跟着主人,绕着村里跑了一圈。 主人说对不起,我不会丢下你了,并握着塔克的手说,我从没抛弃过你,塔克转头眼里含着泪水,你知道这两个月,我是怎么过的。 主人也哭了,抱着塔克的头说是我的错,我们马上就回家,然后跟母亲一起抬着塔克出门。 再不带走,塔克就撑不住了,主人让他躺在身边,这样会更有安全感谢。 塔克有点慌张,女主在旁边安慰,你要好好听话,奶奶会想你的。 突然要离开,阿姨很舍不得,主人按下了车窗。 阿姨跟塔克在最后的告别,虽说养了两个月,但也有很深的感情。 阿姨转身就哭了。 半个月后,志愿者来到首尔男主的家里,主人带着志愿者看了塔克,没想到他变化很大,不仅开朗了很多,而且还胖了不少。 过去自己咬的伤口也愈合,肩膀也有肉了,看起来正常了许多。 跟半个月前对比一下,差距真的很大。 主人捏了捏塔克说,你看身上有肉了,主人表示自己很内疚,因为工作忙又要带娃,所以把他丢给农村的老妈养。 没想到狗狗如此思念自己,塔克很有善,还会逗小朋友开心,对家里的孩子都很温柔,小朋友都很喜欢跟他一起玩。 塔克越来越懂事,还能帮忙带娃。 主人现在有空就会带塔克出门散步。 并抱起他说,你也是我的宝宝,不会再把你丢到老家去的。 塔克一脸的幸福,希望你说话算话。